小三图形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四边形和三角形 首先看四边形 四边形有正方形 长方形 平衡 四边形 梯形 以及零形 题目一 它说要我们举出所有至少有一对对边平衡的四边形 我们知道正方形和长方形 它两对对边都是平衡的 所以这两个一定是对的 平衡四边形 听到名字里有平衡两个字 所以平衡四边形都是两对边平衡 我们知道是临形 我们看到是平衡的 所以临形 我们看到是平衡的 也有一对对边平衡的四边形 至于梯形 梯形 我们常见到的可以是这个 也可以是有直角的这个 这个有没有对边平衡呢? 有 它的对边平衡就是这一条 或者是这个 所以梯形 也有至少一对对边平衡的 所以第一题来说 所有的四边形都是符合它的条件 第二题要它出所有有四只直角的四边形 首先第一我们知道 正方形和长方形一定是有四只直角 所以正方形和长方形都一定会是答案的 四只直角 我们看看平衡四边形 平衡四边形 如果我们放一把铁铁这样量 我们会发觉 两条边都是包在铁铁里面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不是一个直角 所以平衡四边形不是 而铃形 至于梯形 至于梯形 梯形也是没有直角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会得到正方形和长方形 接下来我们会讲三角形 小三的三角形我们需要分 等边 等腰 和直角 又或者有第四种就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等边 就是三条边 都是双等的 等腰就是两边 双等 至于直角 就是它至少要有一个直角 好,那我们看看题目一 如果我们把铁针计量 会计量到这个 等于八 这个也是八 最后这条边也是八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等边三角形 因为它三条边都相等 符合了等边三角形的要求 至于第二题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直角 但刚才说可以有第四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就是等腰直角 为了求证我们的答案对不对呢 我们都会将它的边场计量 这个是5.5 6.5 6.5 最后这条边呢 是8.5 那三条边都不相等 所以最后答案只可以是 直角三角形 到这段时间 相关于好了 这个是9 谢谢观看